唐朝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唐太宗是这个盛世最重要的奠基人 那么在唐太宗身上 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之 太宗的镜子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盛世之中 要说最没有争议的 非唐朝末术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 当之无愧的盛世 那么这个盛世的奠基人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是他引明大唐的历史 将一个后人无法企迹的高度发展 唐太宗在当时 也被推为天克汗 意思是天下的盟主 唐朝的国际地位 更让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都难以忘记相悲 唐太宗本人就像民意一样 萦绕在人们心间 那么这个曾经航武出身的人 后来为什么能华丽转身 成为一代伟大的帝王 今天复旦大学韩生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第一集 太宗的镜子 唐太宗给自己找了三面镜子 他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呢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以骨为镜 可以知心涕 以仁为镜 可以明得师 正长保此三镜 以防己过 我经常有这三面镜子 这三面镜子是哪三面呢 古代的镜子是用铜座的 用铜座的镜子 可以照自己的脸 可以来穿衣服 正衣冠 这一面镜子我们且不去说它 因为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后面的两面镜子 这两面镜子呢 一是以骨为镜 以骨为镜就是以史为镜 用历史来照自己 第二个是以人为镜 用活着的人来对照自己 通过这两面镜子 就可以呢 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可以像别人学到很多优点 这样子呢 才能做到自己 才能做正 那么我们先看 唐太宗的第一面镜子 那是以骨为镜 以史为镜 大家都知道历史呢 是古人的智慧 过去发生的事情 都记载在历史上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 吸取无穷的智慧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门智慧之学 有人说历史就是未来之学 因为我们可以从古代 吸取智慧 去教会我们怎么去开辟未来 那么历史对后面的王朝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最主要有三点意义 第一点 是要客观地总结 前朝的教训 这老子曾经说过 不善人者善人之之 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不好的人你从他身上 你才能看到他为什么失败 才能看到你要怎么做好 我们就看到唐朝建立以后 唐太宗是倾注巨大的力量修士 宰相像房玄陵 像魏征都是亲自领衔修士 而且唐太宗本人参与修士 有些史书他亲自去写 所以他给前朝修的史 我们看唐朝修的几部正史 已经过了一千多年 我们来看都认为是修得非常客观公正的 是好的历史 他的成功是因为随朝的失败 所以他怎么修随史 你就可以看到唐朝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这部随史还修得真好 他充分肯定了随朝做的这些事情 随朝做了什么事呢 三十八年 做的事情在中国王朝里面 可以说是最多的 他统一了中国 他废除了这些满地乱涉的郡县 淘汰了多少的这些农官 那是几十万的官员下岗 他修了大运河 把江南和中原连在一起 再从中原修到北京来 把中国的三大经济区修在一起 紧紧的连在一起 所以从经济上地域上 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他重修了长城 他把周边入侵中国的 在动乱时期欺负中国的一些外族 都给打跑了 打平了 你能说他不伟大吗 你能说他做的事情少吗 可是如果他那么伟大 他怎么三十八年就倒了呢 所以这应该很客观公正地 去看待这个过程 当你这么客观看待的时候 你就看出随朝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唐朝非常客观地去修 随时就是要把问题显现出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说的好事坏事 国家做的任何事情 老百姓承受得了 那是一个好事 老百姓承受不了就是坏事 所以很多人跟我讨论说 修运河好不好 好 但是我要问一句 为什么修运河老百姓造反呢 超过老百姓承受的限度 所以对随朝的老百姓来说是不好的 你后人享受这个便利 你说他是好的 你的这么客观公正去看他 第二点 要从前朝的成功的经验 去总结出本朝提高执政水平改进之处在哪里 不是说前朝都是坏的 他错了 我把它推翻了 那他一无是处 我们全部重启炉灶 全部重启炉灶 那我们就等于重新成长 又从一个低水平逐渐成长起来 我们要继承 我说文化要继承 所以前朝好的东西 你也要客观总结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继承它 像唐朝继承随朝的直观制度 三层六部制 这个制度很好 一点都不坏 人家说唐成随制 我说有一点说的不对 唐和随的治国的基本理念是不一样的 他换了司机了 只不过他看到随朝这部车是个好车 这个车是要用的 这个车就是官制 拿过来用 就使得唐朝从一开始 他的执政水平就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我们就看到在所有的修饰中间 为前朝修饰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前朝对当时来说是最直接的借鉴 前朝的所有的过失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唐太宗就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倾注大量的心血为随朝修饰 他最看重的两部是书 一部是随使 一部是禁书 你注意想想 随是唐朝借鉴的 禁比较远 但是呢 禁给唐有一个启发 毕竟是东汉崩溃以来 唯一统一中国的 在随之前 虽然他统一的时间很短 但是他曾经统一了 他为什么能统一中国 他有哪些政策是成功的 这就是唐太宗要总结的 你看他就对两个曾经统一中国的王朝 倾注心血去 唐太宗对禁武帝有一个评论 他说禁朝的失败 就是因为他呢 居治而妄威 他讲到禁武帝 禁武帝呢 当皇帝以后和大臣天天讨论 讨论什么呢 吃喝完了 没讨论国家大事 所以他的部下何征 回来跟他的孩子说 说我天天上朝 他是大官啊 皇上都讲吃喝完了 所以这个王朝呢 藏不了 估计你们会看到动乱 唐太宗讲了这个故事 讲到西晋呢 禁武帝就是 居治妄威 没有居安思为 但是他也批评何征 何征也不是个好人 你为什么不说 你这么大的官 你看到问题所在 你不说 你也没尽职 这就给唐太宗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一定要居安思为 要念念不忘 以民为本 这样子国家才能做得 常治久安 在唐太宗看来 隋朝之王王在哪里 隋扬帝应该为隋朝之王负责吗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之 太宗的镜色 在唐太宗看来 前朝的历史 比任何时代的历史都重要 因为前朝的失败 正是本朝建立的依据 因此 前朝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本朝最直接 也最有实际意义 这就是唐太宗特别重视 编修隋书的原因 唐太宗登记之后 精心挑选一批 有文史之才的官员 主持编撰前代史书 北周书 北齐书 隋书 梁书 陈书 都有攒相魏征总负责 增山修改 最后定稿 其中 由于隋书的作者 都是宝学之士 他成为二十四史中 修史水平较高的史书之一 唐朝编撰的其他几部史书 也都被称作梁史 那么在唐太宗看来 隋朝之王王在哪里呢 唐太宗曾经和他的大臣们 有一个很有名的讨论 讲隋朝 隋朝为什么会失败 这个话 我们看到魏征做的一个总结 魏征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 隋文帝 隋阳帝 这两个人都是历经图治的 我们一定要给隋阳帝做一点平反 因为中国后代这些小说家 这些人抹黑的水平实在高 隋阳帝这一辈子后宫还真没几个人 你看他的皇后妃子不多的 孩子也不多的 从这个方面来说 他远远不如唐太宗 但是他竟然就在这些文人的笔下 被描写成中国第一营棍 因为寻花问柳而亡国 这就把整个历史的真相给倒霉了 完全倒霉了 不是这么回事的 我们看到唐太宗的君臣 在对待权人的问题上面 还是非常客观 非常公正的 他就说隋文帝 隋阳帝 也都是想把国家治好的 每个人坐在这个位置上 不可能有什么人上台就想说 把这个国家做垮掉 有哪个人开个公司 就想把这个公司做完了 做崩了 没有的 所以这个前提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 好 认识清楚了 那么好 既然他想把国家做好 为什么就做完了 为什么就做崩了 他就讨论了 魏正就说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 这个军队是最强大的 隋朝的军队 唐朝在很长时间都比不上 军力非常强大 所以他统一中国以后三十多年间 叫做风行万里 微动俗俗 周边没人敢和他较量 但是突然间一旦就崩溃掉 一旦崩溃这么强大的国家 这么好的制度 都成了别人的东西 也成了唐朝的东西 隋文帝 隋阳帝都成了天下的笑柄 难道他们是故意做坏吗 不是的 他们问题出在哪里 几个总结 一 士奇富强不予后患 太强大了 政治 军事 经济都强大 因为强大 有恃无恐 资源都在我手上 我怕什么 不怕就一定完蛋 治国一定要懂得怕 所以唐朝一直说 要懂得怕 不是说不怕 不怕就完了 隋朝就是不怕 不怕就完了 三十八年 庆万物与自奉 采御宗之女子 求远方之奇异 公愿是始 台谢是从 姚豫无时 干戈不已 把所有的资源 国家的资源 都调集上来 把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都收罗来 国家做了很多事 但是大家要想想 国家做事 国家的钱从哪里来 国家是不会产生钱的呀 所以国家的钱 还是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 那好了 国家事情做多了 老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重到老百姓承受不了了 越过这个限度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这一段历史 他为政做了一个概括 前提是说 他是想把国家治好的 他没治好的原因 这几点 我把它抽出来 我觉得呢 他指出了隋朝的病 病在哪几个地方 第一个 士其富强不渝后患 这个是交 从政的交 第二个 屈天下以从御 庆万物以致奉 这种是磕 税收磕 可 第三呢 大兴土木 建这个华丽的公愿 这个呢 是奢 奢侈的奢 对老百姓的税 瑶豫无时 不断的加重 加税 征收 征税 是争 那以全书治国 这个呢 是显 阴险的显 小人得志 都讲顺耳的话 讲 真话的人都倒霉 这个呢 叫做邪 整个政治风气 已经邪掉了 上下相蒙 君臣道革 这个是什么呢 是革 社会学讲 阶层的断裂 革了 完全革开 最后是民不堪命 率土分崩 这个是赌 躲 躲民之时 刺激之时 八个问题 这八个问题 归纳起来 那就是 势力而骄 仗着自己有力量 骄傲了 众欲而奢 任用小人 阻塞沿路 与民争利 兵役无度 就这么几点 这几点 恰好是讲到了 隋朝的要害 唐朝客观总结出这一点来 所以依然要保持清廉 但是要改变唐朝的基本国策 否则还要重蹈覆辙 隋朝这样的失败 这个政治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 所以我们看到 亡国之君就倒霉 大家把隋朝的所有责任都推到隋阳帝身上去 所以才有各种小说家都跑出来 什么隋阳帝厌死 这一本那一本写得很开心 隋便爱怎么写怎么写 所有的坏都是隋阳帝 如果是这样子 这个历史也不要写了 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他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在隋阳帝身上 唐太宗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向大臣们提问 他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隋文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 开国皇帝历经屠治 从早上班 批公文批到晚上都不回去 然后又是身为表帅 和他的皇后发誓一夫一妻 别的皇室就是因为有妻妾成群才有骨肉相残 发誓生生世世一夫一妻 只有亲骨肉 你说为人 很好品格 从政非常勤奋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唐朝的宰相就跟唐太宗说 这个皇帝就是这样的皇帝 很好啊 历经屠治之主 说完以后 唐太宗说 不对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隋文帝这个人 太过精明 叉叉为名 派了很多人去探听 什么消息 什么小道消息 什么传闻 对他的评价 官员之间的事情 统统都要知道 信息都收上来 信息多了 整天就是打探这些事情 唐太宗就说道 会造成什么呢 自差 差 什么无所不知 自差而心不明 心就不清楚了 心暗 这照有不通 你心暗了 很多地方 你就不通了 所以呢 这个人太精明 这些小道消息 这些传言听得太多 就会多疑 整天疑心疑鬼的 看人家交头接耳 肯定是不是讲我坏话 派个什么特务去听听 就多疑了 更何况呢 他得天下来路不太正 他是抢他外孙的政权 所以人家说 杨坚呢 是欺人家 孤儿 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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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天下 从他外孙手里 政变 把政权夺过来 所以人家看不起他 越看不起他 他越多疑 越多疑就越想知道 下面到底在议论什么 所以这样子呢 整个把握这个政局 就不好了 因为他太怀疑下面 他不相信下面 就逼使他什么事情 都要自己来批示 所以他才会那么忙 唐太宗一点都不欣赏他忙 从早上上班到晚上 都不下班 在那批公文 唐太宗说 这不对的 这就是因为你不相信下面 把下面的拳都抓上来 什么事都你自己批 天下的事你都懂吗 你在皇宫里面 你知道农村那些事情吗 你不懂 你不懂你批示 你一天说假如批十条 你错了五条 你不懂你就批错了 错五条还没关系 问题是你天天都错五条 积累下来 这个政策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与其你这个 老神在那边批公文 不如任贤 才防止错误 否则你的错误积累到后面 这个国家不灭亡才奇怪 这唐太宗说的 这就说明了 他对隋文帝的评价 以及他对隋朝的评价 不是一个隋阳帝好色王国的问题 而是更加深刻的问题 而是一个如何执政的问题 第三条呢 一定要敬畏历史 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说 这个历史呢 是对他一个很好的志愿 皇帝什么都不怕 他就怕历史 唐太宗也怕的 唐太宗曾经去找史官 说你们这个史官 我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 是不是我的很多坏事 不好意思坚人的事 你们也记下来了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史官告诉他不行 这就是不能让你看的 所以你才懂得不要做坏事 做了一定记载在那边 史官不记 老百姓也会记 你看了也没用 你改了也没用 老百姓也会记 所以史官的笔 有老百姓的眼 这个呢 对当权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志愿 所以魏征对唐太宗说过 他说我听说皇帝没人志愿得了 唯有历史会让他害怕 所以历史必须摒鼻直书 不写下真实的历史 要这个历史干什么 没有用处 这是唐太宗以史为鉴 通过对历史的总结 找到唐朝国家出发点 国家政策的基础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进竹者赤 金墨者黑 登记以后的唐太宗身边聚集了一批人才 也是这些人才成就了后来的唐太宗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指 太宗的镜子 唐太宗把历史当做镜子 不断地审视自己 历界自己的欲望 争取做一个明君 事实上 唐太宗能成为明君 一个人功不可没 此人就是魏征 魏征的职是历史上出了名的 因此后世有人说 唐太宗的名和魏征的职 是两个人的相互成就 但是在韩生老师看来 正是因为吸取随朝的教训 事情交给宰相们集体筹划 集资广义 皇帝高屋建林 法令严格执行 这样国家才不会出乱子 我们说他有这三面镜子 天天照着自己 为了什么 就为了当一个明君 魏征说过 君之所以明是因为监听 历史上 这些明君都是因为善于听取意见 所以才能够成为明君 魏征给唐太宗开的一个要方 一条简洁的路 告诉他要当明君 第一条就是广开沿路 要能够让下情通达与上 不至于被蒙蔽 这就是唐朝一直强调的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他们军程总结 说历史上几个王朝的覆灭 都是因为听不到下面的真实情况 像秦二世被赵高蒙蔽了 陈宋国起义这个天下已经乱了 他还不知道 所以最后国家灭亡了 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梁武帝听诸义的 隋阳帝听于事机的 都造成上面把握不了下面的情况 这样子一定要回避 一定要让下情能够顺畅的上达 要得到真话 首先作为领袖 作为君主 自己要懂得自我克制 懂得克制 才能去用忠诚正直的人 有这些人来辅佐 才能成事 所以近诸者赤 近墨者黑 一定要非常警惕你身边的这些人 周公曾经告诫陈王 说齐鹏齐鹏 再往前推 顺曾经对语说 临载临载 说到底 就是提醒这些领袖 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人 你和什么人交往 唐太宗实时警惕这一点 你看他一下朝 下朝就和于世南 和十八学士 和这些人在一起 从当皇帝以后 天天下班就是去读史 和这些人去讨论如何治国 和这些品格高尚的人 在一起谈学问 提高自身的修养 所以对他来说 这也是一种玩 玩得非常的高雅 获得很多启发 是与君子游 欲教于乐 这是他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要和君子在一起 和世人一起游学 那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这唐太宗我前面说过 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 他没有多少时间去学文 他当了皇帝以后 那就是完全的一门心思去学习 潜心的学习 非常的好学 李百耀 唐朝一个很有名的大臣 也是一个史学家 他在给唐太宗写的一封信里面 他也充分肯定唐太宗这个人 大朝之后下班以后 把这些有名的大臣文士 这些人都招过来 一起讨论 证悟是非 而且是肝胆相照 非常坦诚不公的一起讨论 经常在一起来研究 一起读书 学书法 学文词 读历史 这样子使得自己能够从繁杂的事物中间脱离出来 所以一个领导人读书 不能整天都读那些非常实用的书 你处理证悟本身就是非常实物的 你还去读那么实物的书 久而久之就会使你的眼界慢慢的滴下去 就会使你整天埋头于这些具体的实物上面 引导人 引导人一定要不时的让自己超脱出来 要读一些无用之书 无用乃大用 才能能让你超脱出来看到一个大的方向 才能让你的眼界高了 志向远大了 你才懂得怎么去鼓舞人心 怎么去凝聚百姓 怎么去调动全国人跟着你一起去做一番大的事业 所以领导人一定不能庸俗 一定要通过读书来脱俗 脱俗了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 唐财宗就是努力这么做 他一直把文人 把文士作为治国之宝 我们说过 他当前王的时候 就开府 开文学馆 研览天下的人才 有名的十八学士 就在这个时候也难来的 在唐太宗看来 以人为净 可以看出自己的优点缺点 那么唐太宗会以谁为净呢 敬听关注系的节目 风云唐太宗指 谁是帝王之净 唐太宗 唐太宗是奠定唐朝盛世歌曲 并将他推向繁荣的第一代帝王 他的巨大成就 使人们几乎忘记了 他并不是一个文人 而是一个地道的军人 一个在当皇帝之前 几乎没有多少文化经历的帝王 唐太宗十七岁时 应召参军 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 后来他随父亲李渊 起兵于太原 一举夺随朝的政治中枢 而在唐太宗看来 马上得天下 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也就是说 打天下和做天下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唐太宗对于这个问题 认识的比谁都清楚都透彻 因此他登记之后 开文学馆 延览四方人才 召集了这么多人才 我说过 既然是人才 具有人才的特点 连人才的个性 你怎么和他相处 一个新的问题提出来 要理贤下事 一定要善待人才 这些人才 对他们好 不一定就是要给他们提多少工资 给他们多少钱 而是要尊重他们 要和他们坦诚相见 肝胆相照 唐太宗这一点 是做得很好的 他自己说 他对这些文人 对他的部下 这些有文德的官员 他是以师有代之 不是把他们当作部下 不是对他们发指示 而是把他们当作老师 当作朋友 上朝的时候是君臣 下朝以后是师有 就使得文人呢 能够真心的和你交友 跟你说真话 在待遇上面 你也不能太苛刻 我们看到 唐朝对文人的待遇 如果你和随朝相比 那这个区别就很清楚显现出来 唐朝给文人呢 像这个十八学士 唐太宗给的是五品待遇 五品很高的 唐朝跟后来的清朝不一样 唐朝的官 最大也就做到三品 三品就是宰相 三品以上是亲王 如果从三品开始的话 给十八学士五品 那是非常高的待遇 那是非常高的待遇 这就是仰视 你闲下是仰视 编册自己多读书 通过谈古论经 通过经常的误须 去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 他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国家发展的方向 去通效政教之本 去找到天下呢 大智之道 要提高执政的水平和领导的艺术 在成为明君这个问题上面呢 魏征给唐太宗讲了一个故事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春秋时期 有个有五霸里面有名的晋文公 晋文公打猎 在大折里面迷失方向 走不出来了 走不出来呢 遇到了一个打鱼的渔夫 他就跟渔夫说 你能把我带出去 我就给你重上 渔夫就对晋文公说 我有话要跟你说 晋文公说 你先别说 你先把我带出去 带出去以后 我听你说 等到呢 他把晋文公带出去以后 晋文公说 你要跟我说什么 渔夫就跟他说 这什么是君主 怎么做好一个好的君主 应该是尊天释地 要尽设计 一定要 慈爱百姓 慈爱百姓呢 就是要减租减税 税要薄 清租税 如果一个君 他不能尊天释地 他不尽设计 他整天就想着自己重欲挥霍 整天就想着多收一点税 那么呢 这个国家就国将不国 这个君也不是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渔夫跟晋文公说 只要你当个好的君主 老百姓就有深入了 你重赏给我没有用 我不需要你的重赏 这是一个最朴实的老百姓 对国王说的话 老百姓希望有什么样的皇帝 这个故事 魏征讲给唐太宗听 唐太宗呢 都听到心里去 所以唐太宗就有一个总结 他讨论 他说水潮 水潮什么问题呢 租税很重 税收不断在增长 所以就造成水潮的老百姓 哪怕有田有地有家产 都保不住 因为国家不断在加税 你就保不住 可是呢 水潮喜欢用全数 因此隋文帝就经常赏赐 临时的赏赐 通过赏赐给老百姓小恩小惠 好像这个皇帝很亲民 一到哪里去就赏赐 这里赏一点 那里赏一点 唐太宗这些都是假的 因为老百姓自己的家产都保不住 你在那边做一点赏赐 没有用的 他说我不赏赐 但是我减租浪税 让老百姓能够生活 能够保住他的财产 这是最重要的 国家不是通过小恩小惠来治理 他还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近代以来 整个国家的管理都不如古代 他问王规 到底在哪里 王规跟他讲 以前的君主 内心都比较清静 以百姓之心为心 近代的君主 都重裕 所用的大臣 都是那些特别能收刮的大臣 我们史书上经常把这些能收刮的大臣 叫做什么呢 能力 都是用这种人来治国 汉朝的宰相 都是精通 这个如今的 至少要通一经 所以是以文治国 现在的官 现在的大官 文化是不通的 就懂得收刮 因此呢 整个社会风气就变得很坏 变得非常的急功近利 讲权讲权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管理没有古代好的道理 说半天 王规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点来 要以德治国 所以唐太宗总是不停的发问 不停的思考 不停的探索 他一直在找一个最好的治国的道路 后人评价他 说唐太宗呢 大德有三 那三项大德呢 第一是谦虚纳贱 第二是知人善任 第三是恭俭爱民 说这三条 后来的皇帝都比不上他 谢谢大家